生死一瞬間 就真的發生在這位60歲陳先生的身上 對於所有醫護人員將他從鬼門關就回來 如今已經能夠順利綁回職場工作 陳先生表達12萬分的謝意 我很感謝柴平醫院 當然還有送我來的消防大隊 新北市消防大隊 還有我們整個醫院的醫療團隊 尤其是我的主治醫師 董事醫師 還有這個所有的醫療團隊 還有我復健科 楊老師 許顧問 對我的關照 整個療程這樣下來 我配合下來 我覺得我一定比一天好 甚至於我在大概就是復健一個月之後 我能夠行動自如 而且能夠在沒有人陪伴之下 我能夠順利的自己做交通模擬 能夠回到我的職場去上台 台平醫院特地為陳先生 舉辦歡慶重申會 並向外界說明 當下醫護團隊和新北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共同為陳先生透過生命接力賽的方式 還有低溫治療 讓病人獲得重申的過程 成功搶救一條寶貴的生命 臺北醫院 臺北醫院藉著跟我們消防大隊這邊的一個合作 從其實陳先生能重申 其實要非常感謝陳太太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然後即時的一個發現 然後即時的疫苗 同時連線然後做CPR 搶救了最法會的這個時間 接下來 強防大隊這邊派了兩台救護車 即時來運送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 臺北醫院作為一個醫療的一個 後送的一個單位 就是密切的一個合作跟配合 然後即時在急診 發揮最大的一個功效 即時救治梳醒以後 然後接下來我們心臟內科團隊 還有家務品牌團隊 甚至到最後的復健科的團隊 整個的這個接力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不僅 相信不僅救治了陳先生的性命 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整個家庭的一個重甘 也能因此而重申 院方表示 生命接力賽中的每一個緩解人員 都非常的重要 臺北醫院將持續強化急重症的醫療能力 守護新莊鄉親們的健康 記者黃又賢新莊報導